今天大賺錢 欢迎回到财经本会现场 我是卢彦璃 今天是礼拜五 所以我们难得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呢 大家知道有一个北港的武德宫吗 这个宫很特别 他们不但有财神庙 可以让大家来拜 希望大家都能够探担机 另外一方面 他也举办了很多的理财讲座 希望能够灌输给大家比较正确的理财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得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武德宫的主委 林安乐来跟我们聊一下 他们这个宫的一些相关的理财课程 这个安乐先生早安 早安学姐早 对啊 其实算是我学弟了 台大经济系非常优秀的高财神 我对您的背景非常好奇 一般您的背景 不是这个在金融业服务 不然就直接自己出来 比如说做创投啊 或者是帮家操盘 你怎么会想要去当北岗武德宫的主委啊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事实上我也在金融业服务了12年了 也是做 的确是做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盘 他带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部门 那一直直到接任了这个北岗武德宫的主委 我觉得公务真的也是 可能不比金融业轻松啊 所以大概也是今年大概在半个月前 大概就是自行成立了投资公司啊 可能像时间上比较弹性 比较能够来这个多协助一点公务啊 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接哦 因为因为是当初其实第一任的创办人 就是是我的外公啊 那他去捐地捐庙 所以有这层姻缘 然后您就因为这样的姻缘 然后接下了接下了这个主委 那您刚刚有提到你自己 现在也开了投资公司 是是是 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您的背景还蛮特殊的 所以呢您接了主委之后 就开始开理财课程咯 那您觉得来听这些理财课程 来上理财课程的一些信众 他们是不是都抱持着 比较特别的一个心态 就是来提名牌啊 或者是说他们真的是纯粹学习啊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们事先大概就有 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 希望提供正确的一个理财观念 那会开这个讲座 其实是也算是有点偶然 因为我们这个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庙的一个独特性 就是我们北岗武德公 是台湾这个 天官武财神的这个信仰的发源地 你说什么什么 天什么什么什么 天官武财神 也就是说财神信仰的一个发源地 哦 所以也就是说全省大部分的财神庙 大概十之八九 是由北岗武德公这边所分离出去 所以你们是一代宗师 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发现说 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民众 对于他们来讲 财神也是一个很抽象不具体的一个名词 那更不用说其实财神也有什么样的教义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教化 他的主张是什么 心中并不清楚 那事实上神明有一部 他透过扶软 他有辅助一部经典 那所以说因为我们是开机的祖庙 我们本身有一个教化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宫里的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挑高十层楼的一个道院 其实就是神明指派作为 去宣扬他的教义 然后劝善教化的一个讲经说道的一个算是道场了 那所以我们当初的讲座 其实一开始是要很严肃的来讲经说道 这样的讲座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在讲经说道 可能太严肃了 而且大家会睡着吧 对对对对 不过但是就是说宗教的场合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能够 这些是应该是还蛮相呼应的 只是说我们想说内容上应该是要 再做一些设计或调整 您刚提到就说财神爷 他其实有一些固定的经典 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能够分享 可不可以就是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谈一下 有什么样的经典 除了就是要叫大家向善之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吗 比如说去拜财神爷不是就是为了求财富吗 对对对 对啊那还有其他什么什么要教化大家的吗 有的有的 因为其实正统的财神信仰其实他还蛮注重心灵的啦 哦心灵哦 就是说我们比较不注重那些 像一般好像大家会有一些认知 可能有一些什么招财物啊 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加持啊开光啊 或是一些呃太流于形式的仪轨啊 那其实我们我们的主张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教育就财神爷常说求财 最重要就是星辰两个字啊 嗯 因为我我记得我刚接任主委没多久 有一次要接受采访 电视的采访 那其实他们班电视台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跟财神爷求财 那这个 这我打算待会才要问 没关系你先回答了 那财神爷信仰有一个呃 传统很特殊的传统就是 他会定期降价扶乱祭祀 就是透过机身透过陶笔 写出奇言的诗文来回答问题 嗯 解答信用的疑惑 那所以说当初我因为刚接算是比较菜啊 就是说我很怕被被问夸 所以说有些问题我想说 那电视台会问的 我干脆就就请示神明说是不是可以 要怎么回答这样子 对给我等于是有个Q&A 那我说那该怎么跟您求财这样 那出了两行诗文我觉得逻辑上是 算是无懈可击啦 诶 讲给大家听 对第一句就是心诚则灵不二门 就是说你心诚一定是不二法门 但是下一句就有意思了 我就说忠心私直正气传 就是忠心就是忠心耿耿的忠心 你敬忠在你的职守 神明的正气就会与你同在 就是说怎么跟财神业求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你诚意够 那你也认真工作 剩下的就是交给我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他的重点是 我们还是要在本业上面 好好认真工作对不对 对对对 有道理有逻辑很通 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想说 其实那这跟我们规划这个讲座 也是可以串得起来 比如说信仲其实来开口闭口 其实第一件事就是要跟财神业求财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让神明也看到说 其实信仲也很 本身除了心诚以外 他都来到这里 他很诚心跟你求 我们也让你看看说 他也做了一些努力 比方说他也是尽力的去 准备一些理财的这个 正确的观念 那可能 也算是在神明面前做了点功课 嗯 所以他这样是不是也有合乎这两句话 有就是呢 还是求财呢 不是只是拔杯啊 拜香之外 你自己还是要下功夫哦